繼續我們給大家看到 五國位在南沙最重要的一個據點 太平島 整個碼頭整艦今天啟用 花了17億打造可以停泊4000噸船艦的碼頭 外界都在問 陳淑菲馬英九兩任前總統都在任內登島 為什麼今天蔡文總統沒有登島主持 這不正是我們宣揚主權最重要的一個場域嗎 是過去信長哥 太平島這個重要點在哪裡 因為它在於我們所謂的國土的延伸 包括雖然說它的範圍不大 但是它具有所謂的軍事以及國際法上的一個定位跟價值 今年你看喔 它有重新的啟用典禮 包括它的碼頭 所以在這個節骨點上 你蔡英文登島 蔡總統登島 它是符合民政言順的 但是根據最近總統府的行程 卻沒有安排這件事情 所以大家不盡好奇 難不成是因為在現在驚嚇衝突 而且美國大選瀕臨之際 兩岸之間氣氛太過緊張 所以你蔡英文為了顧忌這些壓力 所以選擇退縮 但畢竟你還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大家不禁對這種做法打上一個問號 另外一個面向是 今天剛剛完成啟用 可以停靠4000噸艦艇的這個生水碼頭 有此一說以後美艦會靠過來嗎 過去我們講 現在整個南海太平島這邊不平靜在哪裡 因為包括你說美方的驅逐艦 最近也行徑在它周遭 比如說十二海里附近在那邊繞繞 而包括中國的這些漁船 假漁船 居然不是真的 這種民兵船 因為他知道說真的動用所謂的軍事 會觸發敏感神經 所以用這種假裝是漁船 但是根本沒在捕魚 也沒有撒網船在附近繞來繞去 而現在大家都能看到 隨著我們剛才講的深水碼頭 已經逐漸在蓋的過程當中 對岸的動作也越來越靠近 而美國也相對應的來示威 顯而易見的整個太平島 會變成緊接著在今夏之後 整個南海聚焦的一個中心的焦點 有這樣子的線索嗎 你剛剛提到了一句話 我們就要順著這個摸進去了 你說太平島是怎麼樣的存在 它是台灣國力的延伸 現在居然傳出了 潛艦也往南沙開了嗎 對 因為我們剛剛一直在講 深水碼頭 深水碼頭 國力延伸是沒有錯 但是它有一個叫做 象徵性意義跟實質上意義 當它的深水碼頭 已經打造完成之後 代表實質上的軍事用途 也更上一個層次 所以各位 你看我們的國防部 也緊急地公布一個報告 過去我們講 海龍潛艦 這個算是在海上非常具有殺傷力 而且嚇阻力的一個 所謂的戰略標的 結果沒有想到他們說 有 這個海龍潛艦很常去南沙 而且這個是很重要 定期 代表說 這是常態系的巡航 戰備以及偵巡 他說我們包括戰術啊 對抗啊 操演 事實上 你說這個海龍潛艦有什麼用 我講白了 只要海龍潛艦擺在那邊 方圓百里配合它的真誠 魚類 通通這些艦艇都可以打下來 好 我們看到了520即將接棒上任的 賴清德總統當選人 今天最重要大家在討論 七艘潛艦國照 他認為七艘一起做出來 這件事情怎麼解讀 第一艘的原型艦海昆靠 目前已經建造出來 但還不能還能下水 或下水之後測試如何 尚待可知 但是現在跟你講 未來七艘 原本排定就是八艘 而七艘賴清德現在定調 蔡英文帶著他去視察這個原型艦 說我後續要一次把它做完 在太平島這麼重要的一個深水碼頭的 完工竣工的儀式 總統缺席了 最後就是四個字 兩岸緊張 你不要跟我講說春暖花開 沒有 所有的跡象都告訴你 兩岸是越來越緊張 居然跟我們剛才講了很多的軍事 跟火力跟嚇阻 但有一個很重要的點 中央政府要硬起來這些東西 才會有用 我們就先看到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來 我們的海巡署 的確對岸的海警船不斷的來侵犯 不斷的來騷擾 結果你看就在16號 這前幾天而已 他說什麼 這個四個海警船 就再度死入金門 進限制水域 結果我們只能做什麼 跟過去完全沒兩樣 半遊半航 就只能跟在旁邊 然後廣播說請你離開 你已經到我們中華民國進限制水域 也是讓人家開心來就來 愛待多久待多久 什麼時候走都不知道 但是呢 亮哥提出來一個觀點 他說 以前呢 對岸 中國大陸都用 驚嚇海域 但現在已經變成 金門附近海域 這代表什麼事情 有差嗎 當然 他代表說我們海峽兩岸之間 已經在無分界 沒有金門沒有廈門 只分 只有一個叫做驚嚇海域 而這個等於是在主權上的親門打猴 所以現在所有人都在看 那五方究竟能夠做出 什麼樣的因應作為 還有一個更迫切的 在所有的政經核心所在的台北 現在居然束手首都的這個 憲兵的這個軍營這個單位 他用倍數的 兩倍數的增長的擴大 這意味著什麼呢 我們剛才討論到 一直是驚嚇的問題 但我很不知道 再包括我們台灣本島的東部外海 其實對方解放軍 共產黨也是頻頻的在騷擾 所以在這個前提跟狀況之下 他們在講 軍備 這個叫做Double 就是說我原本五千六百 都在憲兵贏 我等於是再擴邊一個贏 一萬六百人 等於說我在宣誓 我對於數位首都的決心之外 也象徵著一件事情 海峽兩岸的情勢 確實是愈發緊張 而且不只是這樣子 從一個點裡看到 我剛剛跟大家報告 東部外海的事情 你仔細看 現在最近一花東 欸各位 是不是東部了 開始喔 包括台南高雄都可以看到 這是海峰大隊發射車 在演練什麼 如果真的發生所謂的 兵凶戰危的情況的話 我隨時在經過演練 代表你在哪裡 我可以第一時間按下發射鍵 對你形同恶阻 延長四個月到一年的 異物異的這些阿兵哥 一南一批一批的進去 他們特別有感 為什麼 開始在演練 城鎮作戰 以前一五一 大家有打過把的招 65K2互相 下火的時候打 定點打把 趴射握射其實就已經很了不起了 但現在跟你講不行 我們要快速反應 什麼鑑定射擊 什麼意思 他就說你要先拿著槍 各位你看到這畫面 開完槍之後 我要先越過一個障礙物之後 來往前突進之後 再射擊 這兩個這飽含的意涵 城鎮戰嘛 他這支城鎮戰才會用得到的嘛 你如果說一般的野外 比如說攤頭 或者軍事戰 是不會這樣子操作的 所以代表一件事情 蔡政府現在所有的演練 已經不在警線與攤案間敵 而是在假想 如果解放軍真的登陸到台灣 我們要該如何持續打消化戰 持續作戰 但我就問這樣子的一個 兵兇戰危的氛圍 請問緊接而來 520即將上任的賴清德 是否同意 而他真的準備好了嗎 好 源氏你看 今天蔡總統在最重要 可以宣示主權的場合 太平島 他沒有登島 是不是也等於另外證實了 台海真的兵兇戰危 對 因為我們可以看 之前的總統怎麼做嘛 陳淬扁總統那時候 他有登島 馬英九總統也有登島 那為什麼只有蔡英文總統 沒有登島 那到底這個局勢 有產生什麼樣的變化 當然有嘛 就是因為兩岸關係嘛 馬總統去 雖然那時候 好像美國也不是很同意 但是馬英九 馬總統去 我們也沒有看到 中共有什麼過激的反應 陳正平那時候去 後來也沒有發生什麼事啊 但是現在 因為兩岸真的有很多 不可預期的因素 可能會發生 所以蔡英文總統當然 他會覺得說 此時去 會製造不必然的風險嘛 所以他不願意去 這是一個原因 這絕對是 兩岸兵兇戰危的關鍵 第二個是我認為 蔡英文總統有點自我閹割啦 什麼意思呢 就是他可能太顧慮美國的看法了 他可能認為說 美國叫不要去 所以他就不要去 然後美國叫不要去 什麼原因呢 因為現在南海局勢是比較混亂 因為菲律賓也是主張說 他們在南海有主權 跟老共都在撞船了 公然撞船 對 然後蔡英文可能認為說 他現在去呢 也會讓菲律賓覺得不舒服 而菲律賓現在是誰的盟友呢 菲律賓現在就是 美國在南海的代理人嘛 所以當蔡總統給菲律賓找麻煩 間接就等於是給美國找麻煩 所以我覺得 蔡英文現在把自己搞得好像是 為美國馬首是瞻 只要有一點點的事情 可能會惹怒美國 他就什麼事都不敢做 可是問題是 你是中華民國的總統耶 中華民國總統的重點是什麼 你是國家象徵 主權的象徵 你就是要去宣誓主權啊 今天那麼多的國家 剛剛講菲律賓 剛剛講這個中共 越南那麼多的國家 通通都說南海是他們的 然後我們有個太平島在這邊 我們還有一個新的工程在那邊 這不就是宣誓主權的最好機會嗎 結果你現在不去 你都不敢去 那我不知道說 你要用什麼方式宣誓主權 那其他國家會怎麼看 其他國家會看說 台灣中華民國這個沒有用啦 你看喔 他們自己實際上有管轄權 還在那邊興建工程 總統連來就不敢來 我們就被人家看小了 我們就被人家看扁了嘛 這不是最好可以宣誓主權的機會 為什麼總統不登太平島 蔡英文總統如果今天出現在太平島 我覺得那是個很完美的ending 什麼ending 就是八年到最後要卸任前兩個月的時候 巡程衰扁 AKA馬英九模式 前總統模式去到太平島 但今天沒有這個行程 總統府府方也講說 如果有行程會跟大家公布 那你掐止於算只剩最後兩個月了 我們不要把話講死 還有兩個月啊 你怎麼知道四月不會有 五月不會有 可是看起來最有可能有機會 今天能去的他沒去 就代表了蔡英文總統呢 他到太平島去登島的那個動機呢 應該沒有 陳水扁跟馬英九兩位前總這麼高 這個事情呢 是大家國人都希望總統能去 因為一個中華民國的總統 他試倒我們的領土跟領域 這是非常正常的 可是蔡總統還沒去 我不知道還有兩個月會怎麼樣 第二個講這個潛艦 因為這個叫做蔡歸賴水 我們現在第一艘潛艦海軍號 是大概490幾億塊500億嘛 那國防部再三跟大家講 我也要跟大家觀眾朋友報告 後面七艘加起來 並不是七五三四 對他是一艘大概200億 那因為這個賴清德副總統 他現在要準備當總統了 他以前在立法院 所謂的國民黨 在擋這個軍國預算的時候 他就是那個總招對不對 對不起不是 這是幹事長 他在那邊叫囂有沒有 跟風太吵架 他就是希望做那個潛艦國造的 所以他現在是 乾脆七招一起做了 就不要等到第二招第三招 後面七招整個打他衝下去了 那就是備戰嘛 也就是為什麼 我們上禮拜跟大家講了 海豐大隊喔 原本一個大隊 下面兩個大隊 可能還很快有第三個大隊 那這個海豐大隊 分別在台中 然後在左翼 然後還有花蓮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台灣的四面 都可能有軍艦的 以前你沒有本事繞到我們的東部來 現在中國大陸有三艘航空母艦的 而且他們的大的這個驅逐艦 跟相關的軍艦 移到這個我們台東外海的時候 海豐其實基本上就是 反艦飛彈部隊 專門打軍艦的 那既然中國大陸的軍艦 有可能到我們台灣的東岸 花蓮台東 所以海豐大隊呢 將會從一個大隊 變成三個大隊 是 楊明你怎麼看 首先我想這個 能不能登島 真的不是蔡總統能決定的 大家都知道 現在南海的情勢 中國大陸跟菲律賓 其實是非常緊張的 那這個時間點 老美會希望我們的蔡總統 去添亂嗎 我看這樣子是不會 尤其目前看起來 蔡總統在這個議題上面 其實是相對保守 所謂的保守就是說 確實是如剛剛我也開始說 在南海的議題上面 不希望製造 所謂我們民主印太聯盟的困擾 所以呢 在這個部分 宣誓主權很重要 但是呢 這個我們可以用別的方式 比如說我們的國軍 一樣啊 軍事將領去 有沒有可能達到相同的狀況 但是呢 不用把緊張的情勢升高 尤其現在大家也知道 現在有所謂的金門廈門 包括這些所謂的 兩岸之間的情勢 已經情勢升高的時候 我覺得蔡總統他一定會 以這個所謂的 國安考量為第一優先 宣誓主權很好 但是我們更希望 穩步的處理 所謂的中美台三方的 這個關係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講到後續這個 海坤號的預算 你就會想到 哎呀難怪 三月剛好就是前一個禮拜 才去看這個所謂的海坤號 簡報完 說那個賴清德說要這個 七艘一次編組有沒有 蔡英文總統馬上跟 柯文哲主席見面 提到什麼 國防預算 為什麼 因為民進黨在立法院是少數 而這個所謂的 國建國造的 這個潜見國造的預算 如果國民黨沒有支持 那就麻煩了 小英女還在裡面啊 對 沒有沒有 可是關鍵 所以我說關鍵的人是誰 就是民眾黨 是啊 就是民眾黨 所以到時候民眾黨要八票 都支持民進黨的話 軍購特別預算 是 潜見國造的特別預算 後續的這七招 就會平安順利的度過 所以為什麼要見柯文哲 從這個事情的脈絡看起來 這個可能性就非常高了 武器報新聞從2018年開始 連續六年謝謝大家的陪伴 我們已經累計了總計9億人次的觀看數了 非常感謝大家 重磅消息跟大家拜託一下 我們快要突破100萬的訂閱 我把它唱一下 請大家樓上去樓下 Call更多人來幫我們按讚訂閱 100萬人的幸運兒 會是你嗎 請大家一定幫忙來訂閱分享 然後我都會看喔 感謝你